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老师给我们介绍整年觉察 那其实老师用很简单的方法 其实大家都做得到 我试过太多方法 所以我来上这个课之前 其实安乐自己的情绪 跟自己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来这边 跟孩子一起来上觉察课 他们会安乐他们自己的心 刚开始我会觉得 会不会有绝肠吗 然后又是静坐 然后就觉得会不会有宗教的色彩 那其实完全没有 其实就是回归到自己的本心 不同语言 然后两个不敢就冷静下来 然后这时候很难会看到一个情况是 哥哥会跟弟弟道歉 或弟弟问哥道歉 然后对不起我刚刚 对你实在是有一点点太激动 那一类的话 我在旁边一直在从小想 哇好神奇喔 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有来上这个课之后 就当他要发作的时候 或者是他已经发作的时候 就会叫他做一些动作提醒他 然后他会比以往 他要更快的平行他的情绪 然后有一次我和我弟吵架了 我们两个就先进座 隔一分钟后 我就问他说 你有 你像是刚才吵架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那个有什么感觉 然后一分钟后就会让我说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没有吵架 哦聆听跟同理对不对 所以我就深呼吸 然后回到位置上 静坐然后使钱 就觉得说 没感觉 不痛了 而且好像也没那么起 就是上了生日日 我妈一直怪这个人说 都是你害我敢不上公车 然后呢我就跑到人中间 用磨胸的方式 用什么方法 做给我们看 哦 磨胸的方法 哈 就是我爸 但是想要一样 然后你们要先提醒 哦 所以不相提醒 因为这个也是要 爸爸配合才能帮我做得到 因为其实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反应真的太快了 有时候他们会说出一些很 意想不到的话 那大人有时候情绪就来了 那其实老师的觉察就是 其实就很简单的 一群抄票 呼吸 然后就先让自己呼吸 然后小朋友会 然后大人小朋友一起做 其实就给大家一个寬充的 嗯 我觉得觉察不是只有情绪管理 嗯 我觉得它可以很广泛的 到很多人的原因 是 只剩十分钟了 就要打钟 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我就用十分钟写完 然后呢 我平常都是二十分钟写完 那你怎么可以 那么短的时间写完呢 因为数钱 好 因为数钱觉察法 来做一次我们看看 手机器来做 对着镜头做一次 对着镜头做一次 我用视频道方式 你数钱的方式来做一次 我们看看 诶 好 出钱的方式了 我马上就写完了 我把来背背不好 可是我把心静下来 之后我背的就 怎么把心静下来 用什么方法 就直接 坐下来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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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把女的胃部 不要怎么空梳 她已经自带了 然后我不带他而已 所以我就先用数钱方式 再跟她自由队打得比较好 如果我要健康超比赛的时候 我先抹胸 然后呢 又把它很简单 然后呢 比赛的时候我就不做 好无聊 我没事做 然后我也手中又没打 所以我就不知道想到说 你可以玩魔法气球 嗯 所以我就玩魔法气球 我就觉得很容易 好好玩 魔法气球怎么玩 做一次个动作 我们看看 中间会有 好像真的气球一样 在中间 对不对 很好 我觉得对他们的稳定度 跟睡眠品质 哦 睡眠品质 差分 所以我通常半夜醒来的时候 我以前是很难在入夜 因为那些白天烦恼的事情 会再回来 那我那时候就用老师的书钱 追查 那在磨手的过程当中 那我只要稳定下 然后我就开始进入一个 这样的现场 就是 我觉得老师开的那个 线上团练 哦 线上团练 对 因为也是我孩子 自己说要参加 他可以教我们 从新出发面对自己的白油气感 然后就去爱自己 然后爱别人 你觉得开心就开心 不开心就不开心 而且你说没关系 妈妈就跟我讲过 开心是自己 妈妈说相信我会跟你站在脖子 然后我就说相信 然后妈妈就说回家的时候 真的健康 真的哦 心想赤诚 好的 7 8 8 1 8 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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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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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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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真的对父母来说可能是真的是一个解脱 因为老师觉得不太乖的小孩其实是最有潜力的 我蛮感动的 因为以前用任何的方式 用鼓励的 用处罚的 用任何的方式 我都不觉得那个是复发型 变成他们自己会在适当的时间 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控自己对他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事实上 我觉得这六礼拜小朋友进步最多的地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